要不要說一下你為什麼要哭啊 而且隔這麼久才哭 就已經坐下來很久了 然後也吃飽了 然後就在那個放鬆就覺得 還在想哭 哭成累人兒 Selina情勢激動 久久無法平復 你到底怎麼了 我沒有辦法錄你的感動裡面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五年前因拍戲 全身嚴重燒傷的Selina 近期飛到九景山 挑戰全程21公里 俗稱斑馬女子馬拉松賽 泡完全程感動噴淚 上一次我完成的時候 那時候是覺得自己沒有想到自己 怎麼會有一天可以跑步這件事情 早在今年4月 機器附近的她就冒著燒燙傷後 皮膚無法散熱的風險 泡完斑馬 還是滿精采的我真的覺得 對 還不錯 樂觀正面 想要走出傷痛的Selina 用盡自己最大的力量 不斷挑戰自我極限 沒有任何裝飾 把身上的傷疤當成自己的一部分 也讓人看到Selina最真實的一面 又哭成人了 Selina好棒 台北報導 要不要說一下你為什麼要哭啊 而且哥這麼久才哭 就已經坐下來很久了 然後也吃飽了 然後就在那個放鬆 就覺得 還是很想哭 哭成累人而 Selina其實激動 久久無法平復 你到底怎麼了 我沒有辦法錄你們的感動裡面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五年前因拍戲 全身嚴重燒傷的Selina 近期飛到舊金山 挑戰全程21公里 俗稱斑馬女子馬拉松賽 泡完全程感動噴淚 上一次我完成的時候 那時候是覺得自己沒有想到自己 怎麼會有一天可以跑步這件事情 早在今年4月 機器附近的她 就冒著燒燙傷後 皮膚無法散熱的風險 泡完斑馬 還是滿精采的 我真的是 對 還不錯 樂觀正面 想要走出傷痛的Selina 用盡自己最大的力量 不斷挑戰自我極限 沒有任何裝飾 把身上的傷疤 當成自己的一部分 也讓人看到Selina最真實的一面 有哭全運了 Selina好棒 台北報導 快點 快點 快點